三、三、二、一 也让台湾队伍顺利拿下大赛亚军 台湾 台湾 喊出台湾的瞬间 在场国人兴奋不已现场挥舞国旗 还有人拉开大型国旗气氛超嗨 台湾 其实这次比赛中有个小插曲 传出中国官方及媒体向主办单位施压 要求台湾选手进场时不能够携带国旗 在教练王鹏杰沟通之后 主办单位决定 所有队伍一律不带国旗 但没有禁止观众携带 顺利让青天白日骑海 在会场顺利挥舞 相较上两届比赛拿下冠军 这次虽然没有达成三连霸的目标 但亚军荣耀 已经让台湾面包实力 在国际上大放异彩